大家好,我是翟小宇,来自骑虎360智能工程部的机器学习工程师 今天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DGL Creator 以及如何在Cubernetes之上使用DGL框架来运行一个单节点 或者多节点的DGL分布式训练任务 如果开发者朋友们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思考 也欢迎在这个分享之后联系我 或者直接在我们的项目report里提出 现在我们的report托管在我们自己公司的Github组织下 我们也一直在积极配合Cubeflow开源组织 并期待合并到上游的社区 希望明年年初的某个时间大家可以在社区里见到我们 好的,在今天的session里头呢 我会围绕五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DGL Operator相关的话题 首先第一部分我将介绍一下DGL Operator和DGL的背景 比如简单聊聊什么是图身权网络 什么是简还有就是DGL是个什么样的框架 接下来第二部分我将简单介绍原生的DGL分布式训练方案 以及如何在VM或者物理机上去执行这个原生方案 但是在生产级别的集训中 这种执行方案具有哪些挑战呢 之后第三部分我将引出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 将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 以及怎样利用DGL Operator赋能DGL在K8S上进行训练 紧接着第四部分我将深度讲解一下DGL Operator的设计和实现 最后我会谈谈DGL Operator将会朝着哪些优化点继续前进 这里有一些那个名词需要提前解释一下 有助于大家这个理解某些表述的上下文 第一个就是这个DGL Run 我们开发的一个基于DGL的工作流脚本 该脚本可以在容器级别控制切图分布式训练和一些工具函数的暗序调用 第二个呢就是Watcher Loop 我们开发的基于MPI Operator中Cube Control Delivery组件的变种 该变种不仅可以跟踪所有的这功能负载的就续状态 也可以跟踪所有工作负载的完成状态 其中呢这个Cube Control相关的功能被我们移除了 所以我们更新了名字 那么这个移除的这个Cube Control我们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镜像里头 就是这个Cube Control Download的一个迷你镜像 它完成原来Cube Control Delivery组件中下载所依赖的Cube Control二级值文件的工作 最后一个是IP Config 一个文本文件用于记录DGL训练时server所需要的各个训练工作负载的网络信息 如Polname IP端口GPU数量等 首先呢这个第一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DGL Operator和DGL的背景 DGL框架呢是由AWS AILab及NYU团队联合创造并开发的 在我们360内部呢我们有像搜索和商业化这样的业务团队 想去尝试GN及Graph Embedding的需求 所以我们团队承担了这个项目 并且将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个基础设计之上及KBS之上 这个是这个DGL.AI呢是DGL的网站 它的全称是Deep Graph Library聚焦于解决图神经网络的应用场景 好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GN 近两年GN在搜索推荐知识图等领域有着着有成效的成果 但是经过大部分开发者的实践 比如这个TensorFlow PyTorch 和其他的一些深度学习框架 虽然能够胜任CNRN的场景 可他们并不能给浮现一个或者创造一个GN模型带来很好的体验 开发者们不仅需要搭建GN网络 有时候还需要额外的精力去处理内存泄漏啊内存爆炸啊等问题 除此之外这些常见的深度学框架呢 不仅都是基于稠密的Tensor表示 但是一个GN程序往往不是遵循这样的范式 大部分时间开发者其实都是在对稀疏数据进行操作 OK 那么GN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我将举一个这个GN中Graph Sage的这个网络 模型工程化的简单例子 它也是这个工业上普遍使用的这个图模型的这个雏形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一开始呢 你假如你手里有一份这个表格式的数据集 类似这个CSV 你然后将它们落的进内存 并把这份表格式数据通过节点和编的这个数据结构 转换成一个大图啊 就比如说这个这个数据是关于论文索引的啊 那么这个啊可以预见到最终的这个大图中呢 节点们呢都是论文 那这个编呢则是这个啊引用关系 然后呢大家可以再往这个右边看啊 下面这个右边这个啊有一个图啊 这个代表的呢是这个Graph Sage呢 这个前向传播的三个步骤啊 第一个呢步骤呢就是啊 对于这个已经这个啊 选好的这个初始化的节点啊 我们需要去采样它的邻居 然后将这些采样后的第二步呢 就是才将这个采样后的邻居的 embeding啊传到啊该节点上来啊 通过一个聚合函数聚合这些啊邻居信息啊 以便更新这些节点的embeding啊 第三步呢就是利用更新后的这个embeding啊 可以去预测该节点的这个label啊 当然呢可以可以看到我这个右上角也列出来了 除了这个啊去预测该节点的label啊 不同的算法或者网络模型也可以解决这个啊 节点分类啊图分类啊或者边预测的这个问题啊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啊 GN在未给模型的这些数据啊训练迭代时啊 的这个逻辑表达这些地方啊 并没有像这个CNN那么直观啊 所以这个为了让用户给这个啊 更容易的这个搭建GN模型啊 亚马逊和NYU合作开发了这个DGL框架 那DGL框架建立于这个TF啊 PyTorch这些MXNET深度框架之上啊 设计并实现了很多基于图的API 进行了许多进度优化 并且真正的啊使得开发者们可以构建开箱即用的GN模型啊 DGL生态也有很多这个高层的这个库啊 为了特定的这个领域打造的 比如DGL KE和这个DGL Life Science啊 DGL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核心的技术点啊 有兴趣同学可以研究一下 比如说这个Message Passing啊 这里我们就不再做展开了 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啊 讨论一下DGL分布式的应用 在工业界这个数据科学家或者这个机器学习工程师 需要开发并搭建的基于这个DGL的GN模型 需要呢有时去处理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点火编的大规模图数据 所以去年的DGL啊 这个推出了这个分布式训练的这个模式 以适应这个大家去这个处理这个大规模图数据的需求 这里呢给大家啊简单描述一下DGL分布式的这个架构啊 DGL采用完全分布式的这个方案 将数据和计算同时分布在一组计算资源中 做这个分布式训练时啊 DGL会将一张图切为多张子图啊 啊每一台这个机器各负责一张子图 为了并精化计算啊 DGL在集群所有的这个机器上运行相同的训练脚本啊 大家可以往左手边看啊这个啊 每一台一个机子里头啊 就是一个这个大的工作负载里头 它的这个子模块为这个server sampler和trainer啊 这个server呢 主要是这个在存储子图的每台机子上运行 目的是将图数据呢提供给这个trainer啊 sampler呢是与这个server进行交互 将节点和边采样啊 以生成用于训练的一个小批字数据啊 trainer呢啊 包含多个与server交互的类啊 他们分别呢是来获取小批量数据 特征 嵌入及子图数据的啊 通过这个上文的介绍呢 我们可以预想到 这个由于GN算法模型的独特性啊 DGL在设计这个分布式训练时啊 做了这个很多框架计算层面的考量啊 比如那个平衡了这个啊 高性能啊 易用性啊 复杂度啊等因素 所以最终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优秀的 这个框架层的这个完整体系啊 大家可以跟随我这个给的这个链接啊 一步一步去执行这个啊 一个实验性的这个DGL原生分布式的这个执行方案啊 DGL团队给我们了一个这个从啊 啊算法框架层面这个角度啊 实践这个分布式训练的完整指导啊 没有对这个基础设施层有任何的啊 预设和侵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这个啊 来更深入讨论啊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啊 DGL提供的原生的分布式训练这个执行方案啊 在这个啊生产集群里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自动化程度的不足啊 这个导致了一些问题 比如啊这个开发者需要预先启动啊 多台物理机或者VM的环境啊 第二个呢就是啊得需要自行收集他们的这个啊 IP啊端口啊和GPU的使用个数 手动将他们记录在这个啊 IPconfig的文件里 第三点呢另外啊 在这样的环境中啊 开发者需要预先配置好缅密的SSH权限 啊第四点在这个partition切图的这个过程中啊 你需要在master节点手动触发这个脚本命令啊 第五点就是啊 并且你这个如果你需要去尝试这个啊 这个分布式切图或者啊 我们可能会后面提到啊这个啊 你还会这个需要去自行安装Permatis的这个组件啊 在这个分布式训练的过程中啊 你还是需要在master节点手动触发这个脚本命令啊 最后一点就是啊 当分布式训练结束后啊 啊资源啊释放自动化啊 啊虽然这个DGL原生的这个啊分布式训练的这个执行方案很完整啊 但对于这个生产级别这个集群的这个终端用户来讲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尤其是对于这个高成本的计算资源的这个变排调度啊和在利用啊 就比如这个新款的这些GPU啊 啊所以我们团队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呢啊 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这个operator这个体系 他可以帮我们这个自动按需创建所有的这个分布式需要的工作负载啊 自动生成IPconfig啊 无需手动去预先去设置这个多多基间的这个SSH免密啊 可以帮我们自动去安装这个Permatis的这个组件啊 自动出发这个训练或者切通命令 自动释放工作负载啊 对于高成本的这些这个啊 计算资源可以动态的这个编排和调度 OK啊 那个此外呢 就是从这个operator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仅希望去解决这个自动化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cover啊 具体DGL啊 内部是如何进行分布式训练的啊 如果有开发者朋友们有感兴趣的啊 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啊 了解更多的这个DGL分布式训练的这个策略和哲学 OK啊 下面呢 我们将从这个啊 顶层架构啊 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这个DGL operator这个组件啊 相关的一些内容 OK啊 呃 在我们的这个DGL operator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呢 啊 啊 利用两部分使得这个DGL啊 DGL工作负载可以自动化啊 第一部分就是主要的啊 处于这个Kubernetes层的这个DGL operator组件 我们这个operator啊 啊 遵行遵循Cubeflow社区的operator范式啊 啊 啊 我们下面呢可能会称称这一部分为这个系统层啊 第二部分呢 是处于容器内的这个DGL run 脚本以及相关的这个工具函数啊 控制DGL运行时的这个啊 工作流啊 啊 我们下面会称这部分为应用层 呃 这个依靠这个K8S和operator的机制啊 系统层将这个DGL啊 图神经网络训练过程抽象为这个啊 也去管理一个这个有状态的多容器应用啊 对于每一个DGL啊 训练任务啊 首先呢 这个系统层在应用层运行前啊 开始开始这个进行这个任务的一些准备工作啊 比如说自动创建啊 所有的这个工作负载的实力啊啊 自动生成IP config文件啊 然后啊 应用层在啊 执行一步一步啊 一步接一步的这个工作流啊 期间需要这个系统层的配合啊 完成每一个阶段 就比如说啊 啊 在这个工作负载内 执行数据级载入切图和这个训练的时候啊 他还有一些这个啊 啊 一些工具函数 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他们需要在这个啊 彼此配合啊 才能完成这个某些工作 好 那么从各位这个开发者朋友们的角度 我们的工具将如何使用呢 啊 用户只需要在这个KYS集群里提交一个 我们提供好的YAML啊 然后这个DGL job这个自定义的资源就会加入集群 随着镜像的这个成功拉取啊 啊 DGL operator就付出好了啊 接着呢 这个用户需要将自己写的且符合DGL原生分布式策略的训练代码 啊 与上文提到的DGL run一同啊 根据我们提供的Docker file逻辑封装成啊 业务镜像啊 最后呢 这个用户啊 再提交一个带有训练参数啊 啊 业务镜像地址的样子文件啊 啊 训练人物就自动的跑起来了 OK啊 第四部分呢 我们来探究一下DGL operator的一些实现啊 首先回顾两个概念啊 这个数据载入和切分啊 数据载入呢 这个data loading啊 实际上就是把把那个表格结构化的数据转换成图结构化的数据啊 这个partitioning呢 其实就是把一个大图啊 切分成一个N个子图 下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最基本的DGL工作流啊 这个工作流是这个DGL operator里支持的一个最默认的一个工作流啊 是个单节点的loading和单节点的这个partitioning啊 是一个多节点的这个啊 分布式training啊 啊 基于这个啊 基本的这个DGL工作流呢 我们可以拓展这个可能有三种场景的这个工作流啊 现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DGL operator有支持的啊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基本DGL工作流啊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无切图的工作流啊 啊 他这个用这个DGL这个啊 内置的这个啊 图数据 然后去这个直接进行这个训练啊 他主要呢 是预许验证啊 一些你的这个初期的一些基因模型的一些想法 进行一个单机的一个训练啊 第三个呢 是这个parameters的这个工作流啊 他是在这个基本DGL工作流上的一个拓展啊 他把这个啊 DGL API partitioning啊 这个单线程的这个切图啊 换成了一个啊 多进程的一个方案啊 可以做到这个啊 并行切图的一个这个能力啊 然后依然是做 为给这个啊 多节点的这个training 进行一个分布式的一个训练 OK 那我们接下来去介绍一下我们啊 这个啊 工作负载啊 这个有几种这个角色啊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worker pod啊 他去真正执行这个多机啊 这个训练的工作负载的这个pod OK 然后第二个呢 是partitioner啊 这个partitioner pod呢 是执行这个单机切图啊 工作负载的一个pod啊 最后一个呢是launcher pod啊 在这个kubernetes中呢 是控制整个地解奥 生命周期的这个pod啊 这个pod呢 包含多个啊 initial container啊 容器和这个一个主容器啊 这个主容器呢 负责发送啊 训练任务给这个worker pod OK啊 这个啊 呃 第一个这个工作流呢 就是先介绍一个简单的啊 就是这个无切图的这个啊 这个单节点的一个训练啊 这个啊 这个刚才提到了 在这个python脚本中呢 实际上是用这个这个dgl.data 来获取这个graphdata 然后直接进行训练啊 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yaml 然后在这个partitioner mode写个skip 啊就可以使用到这个啊 简单的工作流 啊 第二个这个工作流呢 是我们这个默认的这个啊 这个dgl的基本的这个工作流啊 我们管他叫做dglapi切图 及分布式训练这个工作流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啊 详细的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基本的dgl工作流 及这个dglapi切图 及啊分布式训练这个工作流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流程啊 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层 这个operator 对称的这个工作流啊 啊 第一步呢 首先创建一个config map啊 啊 它包含这个里头包含一个这个啊 啊 cuba exec.sh文件和一个ipconfig文件啊 这个cuba exec.sh 是一个这个工具脚本啊 用于这个触发这个cuba control exec 它是一个这个是这个啊 launcher和partitioner port里头的一个initial container啊 啊 他们因为要去进行一些这个啊 这个远程命令的执行 所以他得需要有这个cuba control的这个 而定制文件啊 啊 那在这两个port里呢 我们分别再把它放到这个一个emptydr里头啊 下载放进去啊 然后然后这个所有的容 他们这个啊 port里头所有的容器都可以共享 使用这个cuba control啊 然后第四点呢 是创建这个partition port里头的这个主容器啊 它去运行这个djl run里头 关于切图的这个命令啊 啊 相应的一些参数啊 真正去执行这个djl api式的这个切图啊 单线程的切图啊 后面会着重去啊 去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djl这个工作流啊 我们在这个operator的工作里头 就不过多的追溯它了 ok 下一步呢 就是这个啊 当你这个啊 partitioner port完成了啊 就是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啊 这个切图的这个djl run切图这部分完成了 好 那么这个啊 这个啊 我们创建的这个watcher loop partitioner 他就可以这个啊 结束了啊 因为他实际上是在一直监听的这个啊 partitioner port啊 什么时候能完成啊 完成了他就结束了就可以往下走了啊 那第六步呢 是这个啊 这个创建这个多个worker port啊 直到符合这个期望的这个复本数啊 你想有几个多级训练啊 就是啊 这个会有一个这个啊 匹配啊 知道这个匹配到了这个啊 以这个匹配到了这个复本数啊 然后这个啊 并且这个默认这个执行的这个命令是这个一句sleep 然后呢 他这个啊 你在创建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并发的去这个创建啊 所以得需要有一个watcher loop worker啊 这个luncher port里头另外一个这个啊 空啊 坚定这个啊 状态的这个一个这个initial container啊 他负责这个等待所有的worker port都准备就绪了啊 都是这个啊 running状态啊 然后就啊 随即这个继续这个下面的流程啊 当所有的这个worker都是这个就绪状态 那么这个啊 launcher port中的容器啊 就可以把这个dial啊 run中的这个训练这部分的命令去参数啊 这个下发下去 真正的去这个执行啊 worker port间的这个dial分布式这个训练啊 最后呢啊 当这个啊 所有的这个这个都执行完了啊 这个dial job呢 也这个结束了啊 全部的这个工作负载集体需求的这些资源呢 啊都就都已经被释放了 ok 那我们这里边再去刚才这个再去啊 延伸一下这个第四步就是我这个dial的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一些工作流还有这个啊 这个啊 呃 第八步啊 里头dial的这些一些内容啊 啊 这个在应用层dial这层的这个工作流呢 是啊 第四步啊 这个他他在当这个运行到啊 operator第四步的时候呢 他这边就是啊 先去这个运行dial库里头的这个切图这个API啊 将各个切好的这个子图落盘 然后呢dial run呢 他去这个继续触发这个corp control cp这个命令 将这个所有子图数据从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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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的第三步呢 在浪特的这个容器里头啊 啊 这是刚才operator提到的工作流的第八步啊 啊 这个dial run 去触发一个这个啊 啊 这个啊 就是这个corp control cp的命令啊 将每一个子图从这个launcher pod的啊 分别分发到相应的workport里头啊 啊 下一门下面下一步就是当这个子图啊 分发完毕啊 dial run 会给每一个workport的下发这个相应的训练任务啊 然后这个workport就会自己自己去执行自己相应的训练任务啊 他们就可以就训啊 训起来了啊 最后这个啊 当他训完了launcher pod也会变为这个完成状态啊 然后这个workport的呢就是完成了之后也会被删除 好 这个是一个这个我跟我挪一下啊 这个这是一个啊 一个鸭帽啊 这里可能又有一点点小 然后啊 这个感兴趣同学可以去看一眼我们这个啊 这个网站上的啊 这个github上的ok啊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具体的去去去去介绍这些啊 这些参数了啊 但是主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啊 第七行这个partition呢 partition mode啊 这里要写啊 DGL API啊 这是我们默认的这个啊 DGL的这个啊 API的这个工作流 ok 然后再我们介绍这个我们支持的最后一个这个工作流啊 parameters这个并行切图及分布式训练的这个啊 这个工作流啊 这个工作流呢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 它是这个啊 基本的我们啊定义的基本的这个DGL这个啊 默认的这个工作啊 这个啊 工作流里头 它有一个升级版啊 就是它呢实际上把这个partitioning啊 partitioning啊 从这个单线程的切啊 比如说你图很大 你还得需要这个很大的资源 然后还有是一个单单线程的 那它就会很慢 这里呢就用一个parameters这个方案 把这个部分加速啊 这个把这个啊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图通过这个这个多进程的方式进行切啊 它就速度就变快了 这里呢我就不再啊 重复的去介绍这部分了啊 我就提一下这个啊 它这个不同点啊 这里呢还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是一样的啊 这里有变化呢是第四步啊 第四步这个啊 那它的这个变化呢主要是存在于这个DGL这个这一侧 DGL run这一侧啊 啊 它从这个DGL API的这个单进程的这个单线程的这个切图 变成了一个多进程的 OK 这里呢呢也没有什么啊 这个 没有一个没有区别啊 那我们就把这点就过掉了啊 我们在这里去介绍一下就是啊 这个啊 实际上真正变化的呢 主要是在这个啊 1.1步啊 1.1这个这这这这一个环节啊 这叫让它去运行一个基于这个PARMETIS的这个啊 多进程的切图工具啊 将它这个切切好的子图就落盘了 后面的这个命令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然后我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这个PARMETIS是我们啊 内置在我们这个啊 这个这个文明写好在我们的DOG file里头了啊 就是你只要遵循我们DOG file的逻辑啊 这个PARMETIS是不需要你自己去去去care的啊 我们已经帮你去啊做好了这个编译的命令啊 然后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OK啊这里呢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现行的这套DGI operator的这个支持的东西呢都已经呈呈给大家了啊 最后呢就是这一部分呢我们将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啊 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提到了就我们这个啊这个工作流啊 实际上是123支持了这三三种工作流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更期待的呢就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那我们把这个啊多进程再升级一步变成这个多基的这个切图啊 这里呢其实要跟大家提一下呢就是啊首先这个啊啊 啊如果说你的这个任务或者说你这个GNN如果真的可以在单机里头能跑通 或者说单机你这个能work的话啊尽量选择这个单机的模式 因为你这个把它从多呃一个大图切成多个小图啊多个子图啊 这种这种方案实际上还是啊有损的 但是你要再考虑到这个图你真如果你的图真的很大啊 然后那可能就是你要需要权衡一下 那你觉得就是切图这种分支式训练啊这个艺术大啊 那你还是要朝这条路走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会啊去想考虑一下去支持第4种这个啊工作流 就是把这个啊这个并行的这个切图啊 这个多进程的切图变成一个纯分布式的这个纯啊 多个这个多基的这种啊切图这种方式啊 我们也在现在探索当中 如果有这个啊比较啊了解这块的朋友 可以帮我们去这个啊 contribute你的这个这部分啊 idea ok 那这里呢我再把这个啊刚才这个工作流啊 如果去我们真的纯支持这个啊这个啊 dist啊 mites这个思路啊如果补全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全分布式切图 及啊这个训练是什么样子的啊 这里就啊相当于啊前三步还是一样的 ok 啊从第4步开始就把那个partitioner全都去掉了啊 啊在这个worker里头去进行所有的这个任务啊 只要这个worker全都ready了啊 我们就进行一个啊在就是啊 进行一个全流程的djl的这个啊分布式的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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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啊 先切图啊再训练啊之类的一个样子的这个流程 所以在这个djl run这一层的这个工作流啊 也会发生变化变化啊就比如说这个啊 他不再是运行djl api的命令 也不是运行啊parmatis的这个命令 而是运行一个叫做啊distmatis的这个切图命令 然后他这个啊直接就帮直接就把这个啊 此图数据落盘了啊我们也刚才大家上面留意的话 其实也看到了一个这个啊通信的问题在里头啊 这里连这个通信的问题都不存在了 直接就是啊远地这个啊切图切完图了就是这个啊 这个去去训练ok让他这个很容易就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但是这个这个还是存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探索当中啊 里头也有很多这个细节我并没有还没有啊放到这个pbd里头来啊 希望这个啊如果真的有同学可以比较了解这块啊 可以一起来去想一想啊 然后这是第一个这个未来的规划点啊 第二个未来的规划点呢就是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啊 实际上大家在我们看我们这个方案的时候里头可能注意到了啊 啊我们这个啊 实际上我们是基于这个最小依赖的这个这个思想啊 啊我们呢就那个所有我们的方案里头会存在这么一步 就是把这个全部子图啊从这个partition那儿啊 考回这个launter 然后这个啊第二步呢 再从这个launter 考到把这个字刻个子图分别分发到相关的workport里头 这里头实际上有多一层这个通信的这个啊这个啊啊 啊损耗在里头啊我们试过呢 但是没有采用的方案呢有两个啊 第一个呢是这个launter port的这些切图 这样的话如果说你这个啊计算资源特别大啊 啊就这个你这个图虽然切完了但是训练没训练完啊 啊那你这个没训练完的话 你这个啊launter port的不会变成这compete的状态啊 啊那你这部分资源其实就没办法释放 ok啊那这个呃第二步呢 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在这个partition的pode 然后去这个进行这个分发子图啊一方面呢这个方案呢 这个partition的pode啊需要比较高的权限 而且呢这个啊啊launter port的需要与这个partition的pode啊 进行一个实施的这个切分状态的一些同步啊或者轮巡啊 使这个原本就比较复杂的这个状态机制呢就更加复杂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啊放弃了这两个方案啊 以现在这个方案呈现给大家 当然了我们呢也会去继续思考其这个下一步怎么去做啊 比如我们啊其中我们啊不想引入这个分布式fs或者共享fs 主要是想给出一个最小依赖的方案啊 这个当然了这个用户可以自行选择自己这个期望的方式 从而呢通过这个fs这层啊把这个啊通信的这个给去掉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啊去去改造啊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去研究与集成这个啊 这个更完备的这fs和pvc的方案啊 让用户们这个啊开箱即用啊OK啊 我我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